遭腾讯派息事件持4.6亿股 京东集团港股跌超10% 集团港股跌超10% 此前宣布以中期派息方式 将所持有约4.6亿股京东股权发放给股东 合资狗股东持有每21股股份 或发一股京东集团类类普通股 本次派息后 对京东比例将有17% 降至2.3% 不再为第一大股东 未来 腾讯将与京东继续保持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12月23日早间 腾讯回应澎湃新闻记者称 投资发展期的成长型企业 一直是腾讯投资的主要战略方向 而当被投企业有持续自筹资金能力时 则选择在适当情况下退出投资并语 腾讯的长期投资战略从未改变 同时腾讯表示 分配后腾讯仍是京东的战略合作伙伴 并对京东的前景依然充满信心 与京东共赢的业务关系已不受影响 并且目前公司没有进一步减持京东的计划 此次派发后腾讯控股对京东集团的持股比例 将有17%降至2.3% 不再是京东的第一大股东 12月23日早间消息 腾讯控股今日发布公告称 公司将向其股东分配其持有京东集团 约4.6亿股A列普通股 在此次分配中获得京东股份的腾讯股东 将成为京东的新股东 目前腾讯控股的主要股东为 MeTTC Hold Limit及南非报业 持股比例高达28.86% 其次为全资持股的Advanced Data Services Limit 持股比例为7.4%